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梨花 这个余火是古朔钻木取火 钻木取火 那么有什么梨花 用那个余火是用余柳的 用余柳来 余柳是一种树 余树跟柳树 因为听说这个寒时节嘛 寒时节就是在那个过年后 过年后大概一百多天有那个寒时 寒时 所以寒时节的时候大概去冬至过后一百零五天 或是一百六 有一说一百零五一百零六天 这个时候因为有急风 风很急 风雨很急 那么就叫干什么 就是说叫寒时 那个时候要静火三天 不可以有 人们不可以有什么 就是说家里不可以有举吹 不可以煮饭 那是在一个故事 不是一个靖文公吗 靖文公跟那个叫什么 戒之衰 有没有 戒之衰 戒之衰 是靖文公 靖文公在落难的时候 不是有那个戒之衰 不是割那个 割骨肉给他吃吗 没得吃啊 就有一天就捧来一碗热腾腾的肉羹 他一吃 那取得就把这个体力恢复才知道说 他说怎么你的脚怎么受伤 他割了他的小腿的肉 那个叫那个人叫什么 戒之衰 靖文公不是春秋五霸吗 西桓公什么 靖文公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后来靖文公呢 就因为这样子很多的人 扶持他 他就复国了 就做了春秋五霸 结果他就把这个老朋友给忘记了 这个戒之衰就没有进京城去享受荣娃夫妇 就带着他的老母亲避在哪里 就到深山去隐居 然后人们就责问这个 后来有人就提醒靖文公说 你怎么把老朋友 你有今天当时戒之衰救了你一个饥寒 那你怎么没有报答他呢 没有答他 他说想起来戒之衰在哪里 所以就找说跟母亲 跟他的母亲隐居在一座山当中 然后他就请人去干嘛 请他下山 他不出来 不出来 有一个人就陷了一个不好的计 不好的计策 就说他深山里面放一把火烧 他一定会 他非常孝顺母亲一定会怎么样 抱着母亲逃下来嘛 山那么大呀 你怎么知道他躲在哪里呢 那里就想要就放火一烧 还是没看到他 最后呢 就上山去看 原来戒之衰就抱着他的母亲 就抱着一棵树就这样 活活烧死了 所以这个靖文公就很难过 所以我本来是要报答他 反而害死了他 所以就叫举国 在韩时节那个前 就要三天都不可以举催 听懂吗 这样来惩罚自己 就说挨饿这样子 然后后来这个就变成中华民族的什么节啊 什么节 韩时节 你们不知道这种故事吗 我小学生的时候都读过耶 就韩时节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就是这个可能就是一个 你看我们说这个是快要冬天了嘛 对不对 所以梨花雨火吹韩时 就烧这个梨树的 就烧这个雨柳的那个树 来着 所以那个时候静火三天 就这样 所以丑一箭风快 半蒿泼暖 回头调地变熟 丑一箭风快 各位同学 你们有没有开过 你看看以前 中国大陆那个电影里面演的啊 人在那个船这样行的时候 拿着一根棍子 是不是这样 这样子 一弄的时候 那个船就咻又风送 是不是叫一箭风快 有没有 然后那个那个船要转的时候 这样一弄 他说是蒿 蒿就是那个什么 那个木棍 所以说这样风软就回旋 所以叫做半蒿怎么样啊 半蒿泼暖 还有一个回旋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写在这个水中了 已经在水中了 然后呢 回头调地变熟翼 那个船子走了一箭风快 好像那个射箭一样的 风在送是不是船行很快 然后那个那个那个蒋啊 像木蒋一样的 常常这个一弄 它是不是回旋的暖 然后呢 这走的时候是回头一看 调替 调替就是一层一层的 很多那种 一回看是不是 那个翼就是那个翼马站 也有水翼 就是码头啦 就是港口码头 就说 哎呦过了几个 过了几个 过了香港了 过了 过了九龙了 我不知道哪 这里有什么港 就是一个一个水翼 翼站是不是这样子啊 所以叫调替 是不是往后看 往北顾 所以说 回头调地 便鼠翼啊 这是船在行 然后望人在天北 看到什么 宋人在哪里啊 所以北望嘛 我们昨天那天讲的 这是解说这个船在行走 然后就想到 心情是这样 七侧 七侧 七侧就是七侧嘛 七侧是什么 半号坡 那个坡呢 就是暖坡 就是春水 春水的 所以 那个调替是一个摇眼状 摇眼状 好 七侧是看到这些情景 感觉非常的凄凉 情景很凄凉 所以心中非常的悲伤 七侧 心情就这样 心情就很悲伤起来 然后恨堆积 那个恨是什么 畅恨 不是真的恨 我恨死你那个恨 畅恨怎么样 酬上就这样 好像堆积起来的 就见别谱迎回 那个别谱什么叫别谱 大的水有小口 通叫什么 谱 OK 比方说这里 这是一条长江 长江不会一直呢 是不是旁边会有一些小支流 小支流 有些小支流啊 小溪啊 这个大水有这个什么 通的地方叫什么 有小口 这叫什么 浦东浦西 上海不是浦东浦西吗 黄浦江 就是这样 就是大水大海 大水的一个有一些 有小口通的地方 就叫什么 叫浦 然后这个呢 别谱 别谱迎回 就是说这个地方 就是说 那个迎回是水坡荡漾 水坡在那边荡漾 盘旋往复 因为水这样流过去 你看 水本来这样流嘛 是不是在这边 水就会荡漾 荡漾回旋 所以别谱 OK 在这里 然后呢 别谱也就是说 可能 它不是一个水溢吗 你看这里 这里 一定会有一些 水溢战嘛 人们就在这边 对不对 所以刚不是讲水溢吗 一个一个 属很多的 离别的 什么口啊 金口 问金 问金嘛 金口 好 就金吼成吉 金吼成吉 那个金吼就是说 在渡口上公寥望用的土堡 那个层底就是吉尽的意思 这里 不是就这样的 也许你 我们这样讲 好像你这个高速公路 不是通几号啊 105通 就60啊 通几号啊 是不是有一个分支线啊 分支线是不是有一个口 所以路是 所以你把它想成路路也可以 所以这里 就这个渡口嘛 就一个一个渡口 一个一个渡口 渡口呢 人们就会看船来了 所以这就有盖着这个 盖那个土堡 它土堡上面可以干嘛 可以望 可以亮 船来了没有 好多人喔 等一下再去 所以在渡口旁边 盖的一个土堡 这个土堡是干什么 工人家什么 可以登高瞭望 叫什么 叫做 叫做金 登高瞭望用的 土堡叫什么 叫做金吼 所以我们讲说 没人问金 金就是金度 金度 好 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 乘几 为什么乘几 因为送的人是不是 送人的人是不是走掉了 被送人是不是已经在船上了 所以假如说人都去了嘛 船都走了 送别人是不是再见了 再见就回家 那没有还没有人 没人了 是不是都安静下来 就安静下来了 对不对 所以等于是不是已经离别了 而且离别是不是走得很远了 叫做仇 一见风快 那个风是那么无情的 把我送得这么快 是不是离仇就起来了 所以已经渡口的 送别的渡口了 人都走光了 船也走了 所以渡口已经没有送别的人了 没有被送的人 没有送人家的人 所以这一片寂静 这个时候呢 斜阳燃燃 春无极 那个燃燃是渐 就是说时光渐渐怎么样 渐渐流逝 燃燃是渐渐的 春无极 就表示这什么 斜阳燃燃 就是说太阳干什么 太阳慢慢的斜下去的 时光 那个燃燃是缓动帽 缓缓的动 太阳怎么样 缓缓的下去 春无极 一望好像这个 这个 春 时光消逝了 所以我就在想念月蟹吸收 我在想 回想 想 可能呢 在月下 月下的台蟹 叫做歌台舞蟹 月下 月下 月下中 那个歌台舞蟹 那个台蟹 楼台 念 跟你怎样 西子之手 牵着你的手 跟你西手同行 路桥闻笛 在那个 弥漫的雾的那个桥上 我们两个共同听笛曲 什么笛 叫折扬柳 折扬柳 听什么曲啊 有个笛曲 那个笛曲 那个笛曲叫什么 我们 回想 我们两个可能 我们可以在哪里啊 我们在这个 念 回想 可以在这个 月下的楼台上面 吸 共吸 吸着手 牵着手 牵着手 在横 在这个桥上面 路水 沾满路水的一个 就是路水很重的桥上 听着什么 听着这个笛曲 笛词的曲调 叫什么 折扬柳 折扬柳 折扬柳就是送别曲 听着送别曲 我想起前面这些往事 好像做梦一样 犹如梦里 所以不经营什么 泪按滴 不经营干嘛 滴下泪来 好 各位同学 最后面那个三句 那个两句 四梦里泪按滴 六言句 绝对不可以做二二 要弄什么 三三句 三三段的 四梦里泪按滴 这整个都 这个整个是不是写一个 写一个送别的 舍不得走 所以这个 李诗诗的看了这样的一个词 怎么会快乐的起来呢 所以回去当然怎么样啊 就闷闷不乐 对不对 所以皇帝就说你怎么啦 那他有没有死透的油 就写着这个来 那你吹给我听 唱给我听 他唱给他听 所以他就把它就找回来做这个音乐观了 好 这个是整个的 整个的一个 比如说这首词是一个 它押那个入声字的 遮运 入声字的遮运 而句子当中又有入声 又有入声 所以这叫长运 叫长运 又叫做暗运 我们学一个 运藏在几中 运中有运 会叫什么运啊 暗运 OK 比方说我举个给同学们看 像这个 看 阴折 柳折 柳条 过千 那个折 有没有 那个折 那个牵齿 牵齿是不是 那个齿是不是 这身字 入声字 那个阴折 折也是 折 折 折 也是入声字 所以入声运 入声运当中又有入声字 像我们看那个 登陵旺故国 骨 有没有 骨 它虽然不是直接押忍 但是它 谁是 姓 人姓 谁是那个姓 是不是也是长运啊 也也是长运 而且它在运用的 密不密 很密啊 七色 恨 恨堆积 所以 它这个在 一用运用的很密 用长运或者是一个暗运 这整个来讲 它从那个 从 从被送的人 到那个船在行轴 到最后的那个 走了以后回忆 推想未来会怎么样 一层一层的一个描写 这是 好我们看这个周邦彦的 周邦彦的名篇 我们就看这两首 而且它是有一个故事相连的 那这个叶飞 这叶飞怯呢 我们就什么样 叶飞怯其实也很好 但是我们没有时间 我们先看别的 有空我们再回来看 好不好 七点半是不是 现在我要看一个 一个女性作家 叫李清照 这首一定听过吧 亭怯甚甚甚 声吉许 嗯 这有没有听过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觉得 这些 这些作家也很不错 我们本来不认识李清照 就因为他写了这个 亭怯甚甚 声吉许 云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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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窗物隔 云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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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窗 云窗 云窗 不太對 他怎麼給我找的這個 不是我要講的這首 我們從操好不好 我不是要弄這一首 他原來體驗生生生幾許 還有幾刻的 我叫他給我抓 抓的那個 你們那個 要雲窗霧閣 不是 雲窗霧閣長窘 才對 叫做柳梢梅厄見分明 第三句是這樣 柳梢梅厄 糟糕 台灣的那個同學替我抓一下 第三句話是 梅梢 柳梢梅厄見分明 柳梢梅厄 一樣 一樣 有沒有找出來 有沒有找出來 停焰深深深深幾許 好了沒關係 這裡面最主要我是有 有兩句話 停焰深深深深深幾許 前面這個是雲窗 雲窗的窗它寫的是這個古字 長久 就是長官的意思 找到了嗎 柳梢梅厄見分明 村歸莫寧樹 找到了是吧 啊 人老健康成 趕夜迎分多少事 如今老去無成 誰臉憔悴更凋零 是真無意是踏雪沒心情 後面這兩句寫了 我要的是這一首叫做林江軒 他說本來是歐陽修做蝶戀花 歐陽修做蝶戀花的時候 有這幾句話叫做庭宴申申申吉許 李慶兆說我非常喜歡他 所以就用這個就做了庭宴申申 他做幾雀啦 做了好幾首 做了好幾首我們現在要的是這一首 不是那個 不是 那個李清照呢 李清照是山東人 我們講過是他叫做李一安 跟那個興家軒號稱為二安 他是在宋澤中的時候嫁給了一個 嫁給的也是一個山東很有名的一個人 叫趙明成 趙挺之的兒子叫趙明成為妻 他的公公叫趙挺之 然後呢 這個李清照跟他的先生 跟他的先生趙明成有一個嗜好 兩個人很喜歡買一些書畫 那個古書啊古畫啊一些古董 常常呢還有一些卑民卑文啊一些一些書帖 書法的帖子 常常都拿自己家裡的那個什麼衣服啊 或是說有一些把一些錢省下來去買 然後就這裡面說他們兩個正常很多的名人的書畫 一些一些奇遺器很珍貴的古物就對了 常常為了這個就兩個當然經濟就弄得不好啦 然後就甚至可以說一結實 兩夫妻呢這個真是叫做郎才女茂 李清照也很有才華 這個趙明成也很有才華 所以趙明成在書法呀 在這個對那個書帖的一個嘗試 非常的好 然後他們他最重要是碰到那個 那個北宋王國對不對 北宋王國呢 所以夫妻就幹嘛 他們就逃難逃到哪裡 就逃到南方 逃到南方的時候呢 就帶著他們的書畫骨氣 各位你想想看 逃難人逃難都來不及 還帶這些輕輕輕輕輕的東西 所以在逃難當中就家裡所藏的東西 就十之八九就丟掉了 失於戰火當中 後來不幸就說他的丈夫就死了 丈夫死了 他一個婦人家又亡國 丈夫又死了 最主要是他的父親 他的娘家跟他的婆家的 爸爸跟公公兩個意見不合 在政治上的意見不合 就變成黨真啦 那夾在中間的李清照就是這樣 很尷尬是不是 他究竟是要站在娘家的父親這邊 還是婆家的公公那邊啊 還有呢 就是說一個國破 然後又家亡 然後丈夫又死了 然後逃難在這個南方 又沒有什麼依靠 後來他又嫁給一個人 那個人就把他的東西騙了 騙了他的財物 就有些他可能是看中他有很多的 他的收藏一些古董 所以又搞到婚 第二次婚又很失敗 就弄了 弄了九年二五十年 就離婚 離婚 離婚 這時候他已經五十幾歲的一個婦人了 他偏偏又是很有才華 又是很敏感的詩人 所以你看他的詞會寫得那麼好 那他的知識也很高 所以有一些他的詞評 他對蘇東坡啊 在這些人的作者詞 他又提出一些他的評判 所以這就是李清照 那我們現在看他 看他這個詞 就是庭宴生生生即徐 叫什麼 庭宴生生生即徐 這個雲沖霧隔長久 就是說庭宴生生 庭宴生生生即徐 一鏡一鏡兩鏡三鏡那個庭宴很深 生到末側你都沒有辦法了解他究竟有多深 雲沖就是說那個窗戶啊 還有呢 窗戶是在哪裡是雲 隔是什麼霧啊 所以常常關著 常常關 常常閉鎖著 都沒有開 我最主要不是要完全講這首 然後這裡 柳梢梅耳見分明 春歸末什麼 末成 末成 末林樹人老見康成 這個末林跟健康都是古說南京的稱呼 南京的稱呼 所以這個南京呢 看起來好像春回南京了 一片南京 時序啊 大自然看是春天回到南京 但是我人呢 住在南京城的我 人卻怎樣啊 人卻什麼 老了 所以 所以 所以春回大地 是不是個意顯出 年老的我啊 你看這寫的多啊 人老什麼 春歸末林什麼 末林樹 人老什麼成啊 健康成 所以末林 所以春天在哪裡 回到哪裡來 在 種在 南京成年的樹上 是一片春藝啊 樹葉發發 抽芽了嘛 對不對 所以叫春歸 春歸哪裡啊 春歸南華樹 春歸西來樹 都可以 在西來大學 或南華大學的一個 那個花 那個叫校園裡面的樹 是不是抽 是不是變成綠色的啦 春藝鬧嘛 但是人呢 春還會一年一年回來 春草年年綠啦 人呢 人卻怎麼樣啊 人卻老了 因為在南京的時候 是不是已經 已經北宋亡國了嘛 各位同學要想像 要去這樣子 要回到他們這些人 就是說 他本來在北方住得好好了 因為一個國家政府 把國家弄得亂七八糟 結果毀了 被滅了 倉皇出走 是不是國破家亡 那一種痛苦 然後被戰爭的那個可怕 然後 而且中國那個戰爭 都是燒殺營獵牆啊 什麼的 然後那個生命 你們去看看那個 那個張憲宗 圖 把那個成都啊 張憲宗去佔領那個成都城的 他覺得四川人特別頑強 把成都人全部殺光的 全部殺光 所以中國歷代這個 中國史真是一部戰爭史 死掉的無辜百姓是不是太多啊 非常多 我不好意思講 你們近代的 當代一個所謂的英雄 他殺掉人八千多萬人 比希特勒莫索尼尼 這個架起來還要多的 所以這個歷史是不是要做一些 不知道 中國的近代 當代 近代史是很難寫的 那可怕要一百年或幾百年 另外人去寫 而且他牽涉到太複雜 好 下面這裡 甘願殷奉多少事 如今老去無成 我年輕的時候啊 年輕的時候他就 還有他們兩夫妻啊 兩夫妻都喜歡文學 兩夫妻都有才氣 常常去 也就是去踏學啊 出去玩啊 想到好句子嘛 趕快回家寄起來 互相我寫東西 你看你寫我東西 看 所以這個趙明辰死掉啊 對李清道是不是另一種 不只是說失去伴侶 失去依靠 還是這種心靈的一個寂寞 是不是很難很難 因為很少能夠找到這樣之音 兩個人旗鼓相當的 所以我感願殷奉就是多少事 多少事就是表示不堪回首 不堪技術的 以前在一起跟他丈夫在一起 那些感願雲風 對風景啊 對那個景觀有景色有所感受